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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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什么变化 从而判断我们现在的文件是否做了修改 那如果这个修改是我本人做的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就知道没有问题 那如果修改不是我做的 而莫名其妙发现了修改 说明最起码这个文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人对它做了修改 我们主要用校验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系统文件是否被人进行了更改 那校验方式呢非常简单 只要写杠大V即可 后面加包名 注意区分大小写 那么我们验证一下 还是拿我们刚刚安装的阿片包 阿帕奇来验证 只要后面写入阿帕奇的包名回撤 那没有任何歧视信息 证明这个阿帕奇包就是我们初始安装的状态 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那我们做一下修改 先来看看 阿帕奇当中装完之后会出现这么多的文件 在这个包里 这我们讲过了用的是 使用的是-ql.0 那么这个文件就是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我们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主要是用来修改配置文件 进行阿帕奇的共用调整 而这就是它的配置文件 改什么呢 其实随便改些内容都可以 那我这里 在它的默认第400行左右 加入一个默认的文件 网页文件名 它默认只识别index.html index.html.vr 那么我现在想让阿帕奇 可以把index.pp 也变成我们的默认文件名 这个文件做任何修改都可以 那我们就做这样的修改 保存即可 现在我再继续教授阿帕奇包 大家就会发现刚刚是没有任何提示 现在呢 多出来的一部分 这些内容是证明我的阿帕奇包做了哪些修改 这个内容是我们标称这个文件的类型 这个内容标称是这个包当中的此文件做了修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修改标志 修改标志是这样的 默认是八个字符 如果有字母代表相应的对应项做了修改 如果没有字母 用点代表证明这些项是没有修改的 那现在已经修改的东西是S5和T 先来看S S代表文件大小是否改变 那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在配置文件里加了个内容 大小当然改变了 再来看5 5代表它的MD5的校验和是否改变 我们可以当成是文件的内容是否改变 MD5是一种加密方式 我们在现在的互联网当中经常用MD5进行文件的完整性验证 比如说我要下载一个游戏 访问了游戏的官网 在它的官网上就会有它的游戏的这个客户端的这个MD5校验值 然后我把游戏下载回来 我把我下载的文件再进行一遍MD5校验 这种校验工具非常多 最常见的就是WinMD5这样一个工具 WinMD5 那么校验之后它也会产生一个校验值 我拿我的校验值和网站的网站的校验值来比较 如果两个值一致 证明我下的内容就是网上发布给我的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值不一样 证明最起码我下的这个数据不完整 有可能丢包 当然也有可能被别人篡改 那这就是MD5的最基本的用法 文件完整系 那我们在这里 RPM包的这个MD5主要是用来验证文件内容是否变化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里有5 证明文件内容是变化 最后这个T代表文件的时间是否修改 那我们改了文件 那它的修改时间当然会变化 好了 这就是校验值的含义 那这个C代表这个文件是普通文件 那除了C之外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表示文件的方式 其中需要注意一下的是G G代表鬼文件 代表的是在这个RPM包当中不应该出现的文件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但是万一出现了 证明这个文件是有问题的 需要认真对待 好了 这就是RPM包的教验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是会用这个杠位 能够看懂它的输出结果即可 这就是教验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RPM包当中的文件汽取 首先说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从RPM包当中 不把整个RPM包当中所有文件都安装出来 而是只提取RPM包当中的某一个指定文件 那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做 很简单 比如说我做了无操作 我把系统的重要文件 有可能是命令 有可能是重要配置文件 给误删除了 那这个时候 我不需要把整个Linux系统充填作用 我只要知道 这个文件是属于哪一个软件包 然后在指定的RPM包当中 提取出来指定的一个文件 覆盖 就可以修复这样的作用 所以RPM包文件的提取 主要是用来进行这样的修复 最常见的就是误操作 删了某一个命令 那来解释一下这个命令 首先我们使用 RPM2 CPM这条命令 这个2先来解释一下 在英文当中 这个R的2和TU这个2 发音是一致的 所以在Linux的命令当中 经常有从哪一个2哪一个 它的意思就是 从什么格式转换为什么格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RPM包 其实都是RPM包格式的 然后只有把它转换成为CPIO格式 才可以通过CPIO命令 把这个包当中的指定的文件 提取出来 那CPIO命令呢 是一个用于从档案当中 提取文件 或者是向档案当中写入文件 那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 从指定的文档当中提取文件 那它的标准格式 CPIO命令的标准格式是这样 CPIO加选项 选项有档案 它的意思就是提取 从文件当中提取数据 档机自动新建目录 档V显示还原过程 它一般情况下 要用输入重新项 从指定的文件 或者设备当中提取数据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它不需要手工指定输入重新项 因为它提取的对象是 通过RPM RPM2CPIO这条命令 所输出的那种 其实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什么 用CPIO命令 从RPM包当中提取指定的文件 这个文件要用入记来写 在这里小心两件事 第一 这个反写了 代表一条命令没有输完 太长了 换行 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还有一个 注意 这个点 代表把指定的文件提取到当前目录下 这个路径一般来讲 都应该要放到当前目录当中 作为标准格式 记下来 好了 这么说起来很难理解 我们换 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看一下 我假设我做了不操作 把系统当中的LS命令删掉了 当然我没有真删啊 我用MV方式把它拷贝过来 把它以剪切走吧 这样的话会造成LS命令误删除的下降 那如果没有这种CPIO的修复方式 那我可能就只能重装Linux了 但是这个错误并不大 就小了一个命令而已 那这个时候 我如果事先查好 我如果事先知道LS属于哪一个软件包 当然有人说LS都删了回 怎么知道他属于哪个包 很简单 百度 或者用IPMFan的网站 或者用一个其他的Linux来查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要知道LS是属于哪一个包 知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用CPIO命令 看我这里先查一下 我们先查一下 IPM-QF是查 QL是查 QF是查文件属于哪个包 可以看到 LS属于这个包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通过CPIO从指定的这个包当中 提取 并下的LS这个文件 然后提取到当前目标当中 哎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作用 这个命令的作用 那现在好 我们做个假象 假设LS被我删掉 不删除了 看 MV并下的LS 把它移动到探浮部落下 啊 这个时候呢 再执行LS 他就会说 这个文件消失了 不能执行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找到它属于叫做 CE COIE UTEL这个包 把它提取出来 执行的命令是这样 先用 CPIO2 IPM2 CPIO 把这个包转变成为CPIO格式 再用CPIO-IDE 从这个包当中提取 并下的LS 保存在当前目标 好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格式 我们试一下 IPM2 CPIO 从把哪一个目标准件呢 MNG下来 CDM下来 Package下来 COE 哎 记不住了 COE 有效 这个包 这个8点几这个包 转变成为CPIO格式 用管道符 加换行符 一行输入下 CPIO -IDV 提取呢 提取 并LS这个文件 并把它提取到当前目标当中 哎 回车 好了 这个文件就被提取出来 LS 哦 现在没有 看不到 但是啊 在我们的 用第二 第二是用的 当前目标下 就已经有了 并目标 进到并目标当中 第二一下 就会发现 LS程序就在这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LS 辐射到真正的更下 真正的更下的并下的 LS当中 然后 现在LS就可以 变成数 哎 LS就可以变成数 那 这种文件提取的方式啊 最主要的就是用来修补 这样的错误 哎 我们 丢了某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 这个时候不需要 把整个Linux重新安装 甚至都不需要 把整个这个软件包 重新装一遍 都不需要 其实我们如果强制的 把这整个包 强制的给覆盖安装一遍 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 只要用CPU 从里面提取指定的文件 然后手工把它复制掉 就可以解决这个错误 好了 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节课 我们讲了 RPM包的验证方式 用-V来验证 和RPM包的文件 提取方法 那么经过了这样四节课的学习 我们RPM包安装当中的 手工RPM包安装就解决了 我们总共讲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内容讲的是 RPM包的命名方式 和包的依赖性 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安装 卸载和升级 第三个 我们讲了RPM包的查询方式 今天我们讲了RPM包验证 和它的这个文件提取 那么手工RPM包管理 我们就学习完成了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 在线RPM包管理 压木管理 好了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赦量 请关注 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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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